那天母会加持 法会功德 会像土地公 家家的地基主 家家户户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及其冤亲在主 有行无行 所有有情众生 同享伐喜 同享快乐 这三个字各位 还是要背 这个欧阿欧代表 每一个佛的身口意 所做的善业 加持我们 也代表什么呢 所有众生的身口意的痛苦 不好的得到净化 欧阿欧 所以也代表把自己的身口意 所做的善事 布施给对方 欧阿欧 就像你口袋也无情话 而且这欧阿欧三字 莲花生大师特别说 让这个人不会下地狱 做恶鬼 做动物 让这个人 内心的贪嗔吃 身口意的业障 痛痛消除 叫欧阿欧 而且念这三个字 当你不吃一块面包给他的时候 这个面包变成很清净 无量无边 所有众生都吃到好的面包 而且这个面包变成一种甘露 他就不生病了 他就超度了 叫欧 所以这欧阿欧如果 狭义来说 就代表 毕如真那佛的加持 阿弥陀佛的加持 不动佛的加持 叫欧阿欧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是佛教的精髓 叫三字总词一切 不嫌妄如来的加持 但是 如果你了解越多 当你在念的时候 就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在各地方 成立佛教 布罗蜜免费书局 我就用这三个字 欧阿欧书局 他们都问我为什么 我说那三个字贴在那边 晚上点个灯 白天人家看过 就不得了了 因为这个叫来 见即解脱 欧阿欧 那像我们生命电视台 也是要讲过 你有在看吗 上面用一个 右上角用一个 白色的哈利子 叫西字 这个代表什么来 观音的心 阿弥陀佛的心 地藏菩萨的心 这是他们很多佛 共用这一个字 这个字代表 这个佛的功德 那就是说 你电视打开 都没你看 没关系 但是那个光就会照你 所以我们中国人 古时候的每一间寺庙 都会贴在最高 最明显的大殿前面 这个我们叫哈利子 但是现在已经 久了就失传 失传 但是现在各位慢慢回复 重要的地方 就把这个字 写在上面 这个代表 诸佛的种子 只合在一起 也是一种 它自然就会放光 所以你俩要下这些离 看着水给下这 看着蜜 看着面包给下这 让它融入 所以各位养成这个习惯 像那一天他们请我去吃素食 下面是面包店 那我就去绕一圈 这边这是瘦的 那边肉 我是去念翁 然后那时候 刺激解脱 所以希望他们 因为你要藉由跟他们结缘 然后当然如果上面真的有这些鸡蛋 它也得到超度 希望他们吃的人 得到一个正面的 而没有负面的 那我想各位一定要 我们了解五常 就是说生命是很快就会过去的 刹那刹那 但是如果 谢谢两位里长 阿弥陀佛 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 这些人给我们敏住 这些节音品 您欢迎很慢 稍等 稍等 不能照应 别怪你等这个 快点 这个是五台山拿回来的六道目念族 有文殊菩萨 还有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你如果出去跟人竞争 你要拐的 这样工地很大 观世菩萨来拐的 不得了 有得到加持 好 谢谢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鲁尊玥医师 COVID-19病毒的团严力症状 住乙风车是乙风感染 偏便当前最有效的方法 提醒你,车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候 来住乙风车 住好之后,车留在现场休息 观察15分钟 如果你是因为住乙风车 或是治疗性的住车 发生过急性的过敏观影 就要留在现场观察 至少30分钟 住车后如果一直发生超过48点兴 或是明显的过敏欢迎 或是说在住车后28天以来 出现严重的一直头疼 穿起困难 脚腿惊痛 皮肤出现火点 请你随时去看医生 也跟医生说有住过COVID-19的乙风车 住过乙风车后 也要继续整个小手 掛水癌 那边睡觉 开始做好风际的措施 让我们大家一起打拼 守候另外的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 爱顾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都是贪吃热的货 家住辽宁省沈阳市的丁小姐 接触佛法已有十几年 平时除了吃债念佛外 还经常会买一些动物去放生 邻居们很难理解丁小姐学佛 放生的种种行为 尤其是陶小姐 对丁小姐的行为总有些许意见 丁姐 你要出去啊 是啊 我要去市场买几条鱼放生 丁姐刚说 她要去市场买鱼做什么 放生啊 丁姐这人有点奇怪 信佛 放生 还不吃荤 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嗯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吧 我看她就是个怪人 她经常一见到我 就跟我说什么因果报应啦 不要杀生啦 听久了真的很烦 哈哈 是吗 她也经常这样对我说呢 哦 是吗 不瞒你说 我非常喜欢吃鸡肉 经常买鸡回来杀了吃 可是一旦被丁姐看见 她就又会长篇大论一番 趁她现在不在 我要去买只鸡回来吃 好的 快去吧 桃小姐这人 最喜欢吃的就是鸡肉了 她经常买活鸡回家 亲自宰杀及烹煮 该死 她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看来又要听她说叫了 真是烦死人了 小桃 你又去市场买鸡药杀来吃啊 是啊 丁姐 炖鸡汤可是我的拿手好菜 等一下我端一碗让你尝尝 哎呀 你忘了 我是吃素的吗 呵呵 你看我这记性 那丁姐你忙 我还要回去煮鸡汤呢 小桃 你别杀这只鸡好吗 丁姐 你不用说了 你不吃荤 我也没硬逼着你吃 希望你也别逼着我 跟你一起吃素 小桃 我不是在逼你 我是为你好啊 要知道杀生可是极大的罪业 会遭到果报的 丁姐 我是不相信什么报应的 你看我 什么都吃 一点事也没有 而你整天吃摘念佛 但你的老公却有严重的关节炎 我看因果报应也并不怎么可信嘛 哎 桃小姐的口腹之欲越来越大 几乎每隔三四天 便会买一只鸡杀来吃 几个月后 桃小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 啊 这是 这是怎么回事 她开始不停地掉头发 而且头皮疼痛不已 去了很多医院也查不出病因 好痛 好痛 怎么会这样呢 桃小姐 你的病症实在有点奇怪 照理说 普通的掉发是不可能会让头皮出血的呀 可是每当我掉头发的时候 头皮就会非常痛 好像是被人硬生生地将头发扯下来似的 哎 桃小姐 这病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看你还是去大医院 做更精密的检查吧 丁小姐听说桃小姐的病情后 便到她家去探望她 并向她解释 她的病其实是因杀生而遭到的果报 丁姐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竟然得了这种怪病 真是让我痛不欲生啊 小桃 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这是因为杀生而遭到的果报 你会不会信呢 丁姐 我的病医生都诊断不出病因了 你怎么会说是果报呢 你难道没想过吗 你杀鸡拔毛的时候 被拔到羽毛的鸡 跟你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很像 难道真的是因为果报吗 是啊 心善得善宝作恶得恶宝 这些年来你为了满足自己的口欲 而杀掉了许多只鸡 这是多大的罪业啊 啊 真的是这样吗 是的 你不是说我一直吃斋念佛 可是为什么我老公却有严重的风湿病吗 那我现在告诉你 那也是因为因果报应 啊 我老公他不信佛 而且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杀生吃肉 老婆 你看我抓到了什么 是斑鸡啊 是啊 今天中午我们就吃烤斑鸡吧 你想吃的话就自己去杀 我再烤给你吃 你知道我是不杀生吃荤的 嗯 好吧 我年轻的时候已经开始学佛 但理解的并不透彻 以为只要我不杀生不吃肉就可以了 嗯 好香啊 老婆 你要不要吃吃看烤盘灸 真的很好吃的 你自己吃吧 我是不会吃的 我老公无法抗拒任何的美食 因此他买过各种的鱼来煎炒烹炸 他起做法花样摆出 有时也会自己去钓鱼回来吃 还抓过小鸟 杀死后用火烤着吃 就连田里的蟋蟀也不放过 又要抓来炸了吃 你呀 真是没有你不吃的东西啊 竟然连蟋蟀都吃 老婆 蟋蟀吃起来酥酥脆脆的呢 我老公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做了很多杀生的事情 而我却从没有制止过他 还以为自己学佛吃素 便能够替他抵消罪业 结果我大错特错 见他杀生 我不仅没有阻止 竟然还帮他烹煮 这也是杀生 也是罪恶 终于火爆降临到我们俩身上 哎呀 我的手臂怎么这么吐啊 这是怎么了 老婆 你有好点了吗 没有 我的腿好痛哦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俩怎么会同时生病了呢 我们赶快去看医生吧 可是我们去医院检查也像你一样 医生根本找不出病因为何 啊 哎 那一阵子我们被病痛折磨得痛苦不堪 多亏了一位学佛的师姐 她得知我们的情况后 便来向我们说明这其中的缘由 这几天你们的病有好点了吗 没有啊 吃了好多止痛药 也没效 医生也查不出病因 你们想过没有 你们这不是普通的生病 而是遭到了果报 啊 遭到了果报 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会遭到果报啊 哎 这一切都是因你们平时杀生而起的 可是 只有我杀生吃肉啊 我老婆她一直都是吃斋念佛的 怎么会连她也遭到果报呢 是啊 我每天吃斋念佛 这应该能帮我老公化解罪业的 怎么会遭到果报呢 杀生是极大的罪业 怎么可能化解呢 还有你 你明知杀生的罪业深重 却纵容丈夫 还帮她烹煮那些生灵 这也是在杀生啊 从那之后 我和老公便不再杀生吃肉 并且经常买一些动物来放生 渐渐的 我们的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咦 可是你老公怎么会有那么严重的关节炎呢 唉 那时我们俩都在佛祖面前发誓 从今往后再也不杀生吃肉 可是有一次 我老公忍不住嘴馋 透吃了一碗排骨汤 结果从那之后 他全身上下的骨头就经常酸痛 啊 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 所以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过去犯下的罪业 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一笔勾销的 而是要发自内心的 向这些被伤害的众生忏悔 并且从今以后不再杀生 多多的放生 互生 这样才能广积善果啊 嗯 我知道了 听了丁小姐的劝导后 陶小姐痛改前非 她开始吃斩灭活 并和丁小姐一起去买生灵放生 过没多久 她的头发便渐渐长出来了 你看 自从你行善放生后 你的头发一天比一天多了 是啊 经历了这件事后 我总算是知道了 为了口欲而杀生吃肉 终究是会得到果报的 发愿戒杀 死里逃生 经营木材生意的王老板 这些年来 业绩蒸蒸日上 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 他却将大部分的收入 都用来购买生灵 进行放生 哎呀 王老板 您来了 今天想买些什么呢 老板 我要两箱鱼 还有这箱虾 也帮我一起放上车吧 好的 小林 快来把这两箱活鱼 和一箱活虾 搬到王老板车上 好的老板 王老板 慢走啊 下次再来哦 好的 这位王老板可真是有钱啊 每次一来都买那么多的鱼虾 是啊 我想这位王老板一定非常喜欢吃海鲜吧 那你们就错了 这位王老板是吃素的 吃素 那他怎么会买那么多鱼虾呢 是啊 而且他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来 要是不吃的话 那他买那么多鱼虾做什么 他是买回去放生的 啊 放生 老板 你是说王老板将那些鱼虾买回去后 全部放掉了 是的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也不知道 听说他这样做已经很多年了 王老板曾经邀朋友一起去放生 他的朋友好奇地向他询问 为何会经常放生的缘由 王大哥 你每次放生这么多鱼虾 可要花不少钱呢 是啊 但是和他们的生命比起来 这点钱不算什么的 王大哥 我一直想不通 是什么原因 让你每个星期都会购买生灵进行放生呢 不满你说 不满你说 过去我也是杀生吃肉的 我年轻的时候 经常去山里选购木料 深山里自然有很多的山产野味 那时候 什么野兔 山鸡的 我通通都吃过 来来 王老板 尝一尝我们这里的野味 萝卜炖野兔 还有这烤山鸡的味道 可是非常鲜美的哦 真好吃 这真是难得的美味啊 王老板要是喜欢 走的时候就带一些回家 别的东西我不敢说 但野味和木材 我们这里多的是 那真是太谢谢你了 那几年被我吃掉的野味非常多 当时有一位阿姨 劝我不要再杀生吃肉 但是我却把他的话 当成耳边风 年轻人 这野兔 是你打死的吗 不是 是朋友送给我吃的 年轻人 我劝你以后 还是不要吃这些东西了 为什么 这些野味很好吃的 可是为了满足你的恐怖之欲 却让他们失去了生命 这样做 你不觉得太残忍了吗 怎么会呢 山鸡野兔被吃掉很正常嘛 你这么做 可是杀生啊 是会遭到报应的 哼 吃野味的人那么多 怎么也没见他们遭到报应呢 阿姨 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会有什么因果报应的 那位阿姨的话 我根本没放在心上 依旧继续吃着野味 终于果报降临到了我头上 那天我独自一人上山 却在山林里迷了路 诶 这是哪里 我好像走错地方了 该死 我该不会迷路了吗 啊 这 这是怎么回事 真该死 走了这么久 我竟然一直在这里绕圈子 怎么办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更大的危险来临了 一只大黑熊发现了我 并对我发动攻击 我的妈呀 好大的一只熊 我死定了 竟然在这里遇到了熊 我见那只熊冲了过来 便拼命地往前跑 结果跑到了一条河边 前面是滔滔河水 后面是追来的大熊 当时我想 难不成 这是上天对我杀生的惩罚吗 啊 糟了 没路了 看来今天是死路一条了 难道这是我吃野味的果报吗 我吃掉了那么多的野味 今天轮到我葬身熊口了 哎 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啊 河水又深又湍洁 涉水肯定会被淹死的 但黑熊离我越来越近 不下水也是得死 就在这个时候 我虔诚地向天发誓 以后再也不会杀害生命了 菩萨 我发誓 从今以后我一定借杀吃素 请饶我一命吧 说来也真奇怪 我刚刚发完试后 河里就有根木头 从上游飘了过来 我赶紧跳上去 借助木头的福利 渡过了河 顺利脱险 太好了 有木头 今天真是好险啊 看来果真是有因果报应的 从今以后 我可真的不能再杀生了 从那以后 我便不再吃山林里的野味 有时还会花钱 将他们从伐木工人手里买来放生 哎呀 王老板 要回去了吗 是啊 货都齐了 得赶回去了 吃完饭再走嘛 你看 我刚抓了一只野兔 等一下 我把它炖了 我们好好喝两杯 这只兔子 你卖给我吧 怎么 你想带回家吃吗 那就送给你好了 不是 我想将它放生 而且我现在 已经不再杀生吃肉了 啊 你说你以后不吃野味了 你想把这只兔子放走 是啊 你能卖给我吗 依我们俩的交情 就别提什么卖不卖了 送你了 你想怎么处理它都行 真是太感谢你了 兔子 走吧 以后小心点 别再被人抓到了 那只兔子 仿佛能听懂我的话 我放了它后 它竟然没有立刻逃走 而是跑到我的脚边 轻轻地用鼻子磨蹭着我 像是对我表示感谢 天啊 它这是在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吗 这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世间万物 真的都有灵性的 王老板 我说了 这只兔子是送给你的 更何况就算要买 也用不了这么多钱啊 不是的 这些钱你先拿着 如果你看见有人抓到小动物的话 就帮我出钱买下来放生吧 王老板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你有如此大的转变呢 我上次在山里迷路遇到熊时 发过怨 只要能活下了 以后就不再杀生 没想到真的活着回来了 我怎么能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呢 原来如此啊 事情就是这样的 我过去肆意杀生吃肉 所以得到了报应 差点就死在山里 还好我及时悔改 并虔诚发愿 这才得以活命 由此可见 因果报应真实存在 所以我现在才会经常来放生 真是没想到 你还有一段这么奇特的经历 王大哥 你现在能如此生意兴隆 才人广进 我想这也是你戒杀放生 而击下的善果呀 保持中华护生协会 邮政华波 赋名 中华护生协会 华波账号 42138483 42138483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5-679 012-001-195-679 护持护生放生超度 阴生卫生胎儿 地藏菩萨书神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 成一亿被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 举办三十系列 祭慈悲诗实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8月28日星期六 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惠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生命殿是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梁黄宝灿 暨余谐宴口法会 字幕志愿者book 字幕志愿者数字幕志愿者